疫情以来的第一次实体峰会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国OPEC Plus 送上的大礼居然是在全球能源价格高涨时 还宣布11月起 每天减产200万桶的原油产出 可以说是提油就货 国际油价硬生大涨 美国是第一个发难的 美国总统拜登坦言很担心 因为代表油价可能又要涨 除了冲击美国其中选举的选情外 还和俄乌战争有关 因为OPEC Plus的盟国成员里面 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白宫炮轰 用OPEC勾结俄罗斯 在这时候减产推高油价 眼中只看得到钱 有其年底下来减产 有其年底G7就打算出手压制 沙国能源部长强硬护航说无意引战 但是接下来和俄罗斯走得近的OPEC秘书长又在点燃战火 女记者臭脸提问 OPEC秘书长一脸不以为然 而这减产决议更让拜登7月的沙国行事前功尽弃 当时外界认为拜登就是要去游说杀国 站在美国这一边维持云有产出对抗俄罗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拜登还把沙国王储谋杀记者的暗黑过去放一边 摆出笑脸 结果现在被摆了一道 但是白宫坚决捍卫这趟出访不是做白宫 不过现在减产受影响的不是只有美国 欧洲从伦敦到柏林都有抗议潮 欧乌战争早已让天然气价格涨了好几倍 但是最让欧洲国家害怕的是这样的声音 民众不满国家军援乌克兰 让战争引发的经济冲击越拖越久 要是缺乏民意支持到最后就算想要援乌抗俄 势必面临内政压力 欧派此时减产等于是在这场恶乌战争中 站在欧美国家的对立面 TVBS新闻综合不斗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铛